IPO申请比亚迪半导体预计总市值为4.8万亿韩元 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增长投射很快 大部分还是专注于设计 实际上参与半导体、半导体设备、半导体材料开发的中国企业数量非常少 可以被称为IDM的中国半导体企业更少 以车载半导体著称的比亚迪半导体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自行设计、制造、包装的企业 据相关报道,比亚迪半导体目前拥有15项以上的核心技术 拥有187项技术专利等 是能够应对中国企业需求为数不多的半导体企业 比亚迪半导体目前正在批量生产IGBT、MCU传染器、IPM等产品 特别是在IGBT领域,比亚迪以压倒性优势位居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大IGBT制造商 比亚迪创始人王川普过去自信地认为 制造半导体不是神而是人 所以自己也能制造并实现了 比亚迪的开始是汽车企业 能做的就大胆地做 疫情初期仅用一周时间就开始了口罩开发和生产 事隔一个月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口罩制造商 电子产品委托生产部门也仅次于福士康位居世界第二位 今年6月比亚迪半导体的企业价值被评估约为102亿人民币 三世母公司比亚迪向深圳交易所申请比亚迪半导体 分批上市 筹集了27亿人民币 如果IPO在发行价格上现内实现 比亚迪半导体的市价总额有望达到270亿人民币